作詞・作曲 李宗盛 請大家前來叩手去敬 向創造我們的上主為拜 因為祂是我們的主天主 因父及子己生存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昨天我们听到 撒罗曼把月桂从藏墓带到圣殿 以后撒罗曼就在圣殿前 这个祭坛前 他就开始祈祷 奉献他的祈祷 他还说天主你比天还高 你比地还深 更何况这个我所见的 这个建筑为你来说 这个不算是什么 你太大 无法容纳在这个圣殿里 但是我们求求你 以这个圣殿 我们奉献为你的名的 无论我们向你求什么 我们也希望你能福音 这个是撒罗曼的祈祷 如果我们看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 他这样的 做奉献的这个祈祷 是非常非常的美 也值得我们用来做我们的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可愿我思念行为上的果实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的各位教友 为我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帘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帘 上主求你摧帘 基督求你摧帘 基督求你摧帘 上主求你摧帘 上主求你摧帘 请大家祈祷 人生的天主 求你摧帘 你的子民 你的恩宠 即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求你实时保佑我们 以上说 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封读灭防祭上 那时候 撒罗满当着以色列全会中 站在上主的祭坛前 举手向天说 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 上天下地 没有一个神 能与你相比 你对那全心在你 面前行走的仆人 时常守约 表示慈爱 但是 天主 我真住在地上吗 天 和天上的天 尚且容不下你 何况我所建造的这座殿雨呢 上主 我的天主 请垂与你仆人的祈祷 和恳求 福听你仆人 今天在你面前 所发的呼号和祈祷 愿你的眼睛 昼夜 垂视 这座殿雨 看顾这地方 你曾提到这地方说 我的名 要永留在此 愿你垂听 你仆人 在这地方 要做的祈祷 愿你垂听 你仆人和百姓 以色列 在这地方 所发的哀悼 愿你在天上 从你的居所 垂听我们 请垂听 并请宽恕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万有的上主 你的电雨多么可爱 万有的上主 你的电雨多么可爱 我可慕上主的庭院 而至筋疲力衰 我的心灵和肉躯 赞颂生活的天主 万有的上主 你的电雨多么可爱 万有的上主 我的君王 我的天主 麻雀在你的祭坛旁 你得了居所 燕子也找到了 安置幼厨的巢窝 万有的上主 你的电雨多么可爱 上主 住在你的电里 不断赞美你的人 真有福气 天主 你是我们的护佑 求你眷顾 你的受负者 万有的上主 你的电雨多么可爱 在你电愿一日 愿圣他处千日 我宁可站在我天主 电雨的门线 也不愿寄居在恶人的账卖 万有的上主 你的电雨多么可爱 咱们珠 咱们珠 上主 你的话就是神 就是生命 为你有永生的话 咱们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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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马古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法利塞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 聚集到耶稣根前 他们曾看见他 他的几个门徒用布杰的手 就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塞人和所有的犹太人 都举手古人的传统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从节食上回来 若不先洗手也不吃饭 还有其他的许多暗传统应举手的事 例如洗杯 洗壶 是统计的 法利塞人和经师们问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传统 而用布杰的手吃饭呢 耶稣对他们说 以色役亚论你们这些为君子预言得正好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这人民用嘴唇的 这人民用嘴唇敬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恭敬我也是许假的 因为他们所讲受的教义是人的规律 你们离去天主的证明 而举手人的传统 耶稣又对他们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真好啊 你们为举手你们的传统 竟废除了天主的诫命 每次说过 你该孝敬父母 又说 又说 咒骂父母的 应处以死刑 你们却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能供养你的 乙成了献乙 你们就不再许他给父母做什么 这样 你们便为了你们所接受的传统 而废弃了天主的话 并且你们还做了许多类似的事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部平安 有一些做法 如果我们一直去做 这个做法就变成习惯 如果这样的习惯 每一个人接受 接纳 也 重复做 在比较长的时间 以后留下给 其他的时代来做的话 它就变成传统 那因为这些的传统就 就留下了我们所谓的文化 所以在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民族 有属于自己的传统 我们在与其他的人在一起 其他的国家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免不了 会看到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做法 他们自己民族的做法 有了传统的差异 我们也不可以 也不该用这个的传统 从用我们自己的传统去批判别人 因为我们应该是彼此尊重 不同的传统 在今天的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犹太人 他们注重他们的传统 但是这个的传统 他们不是来要求耶稣 要尊敬他们的传统 而是要把这个的传统 成为天主的话 或许把他们的传统 来替代天主的话 那这个的做法就是不对的 被犹太人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 对解与不解的规定 有一些的食物是解净的 就可以吃的 有一些的食物不可吃 有一些的动物 他们可以吃的 一些的动物不可吃 有一些的地方他们可以去 一些地方不可去 因为是不解的 那还有一些的行动 有怎么做才是接近 其他的做法是不解的 不解净 那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洗手 洗手 如果你要吃饭 如果你从解释上你回来 你也要洗手 你的盘子 碗 水壶 这些也要洗 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们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不是为了健康的理由而要求他们这么做 是为了某种的仪式 那这个仪式呢 那这个不是说你要洗得干净 不是 在那边有水 你要吃饭的时候你把你的手就放到水里面 水缸里面大概到怎么到那个那个手中 你放进去 拿出来 那这个就算说你已经解净了 想一想在同一个水缸里 每一个人把手放进去 那这个会健康吗 这个应该有 也不是 可能透过这个我们把病去传染给别人了 好 门徒们他们没有这么做 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仪式 他们就吃饭了 可能 不见得门徒们的手是脏的 可能他们真的已经洗手了 把他们的手洗干净了 但是他们要吃饭的时候 没有先做这样的仪式 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跟前 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做我们古人所留下的传统呢 这个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传统的来源呢 确实有 在除古迹 天主要求司机 要求司机 他在执行 在圣殿 在应该是在藏幕 在除古迹 他们还在旷野 要执行 在藏幕里要执行他的人物的时候 先要洗手 这个就是实际而已 时间 地点是在哪里 就是在藏幕 在藏幕 没有其他的要求 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要求说 人应该先洗手 要吃饭 吃饭前 要洗手 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的 犹太人 他们自己创造的 的一个传统 以后他们就要求把这个 当做一个 好像是从天主来的 的一个 一个戒律 一个戒命 所以耶稣就说了 你们把你们的传统 提高的 好像是 超越天主的 诫命 那不只是在其所 这方面 还有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要 孝敬父母 那你们把那个 要供养你们父母的 的能力 当做现义 当做现义 你们做了这个现义 就是说 我们免了 爸爸妈妈你没关系 你们死了也算了 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 在圣殿里面 我们已经做到了 我们该做的 那你们要死 这个不是我们的死了 所以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 耶稣批评 他们这样的做法 把自己的传统 远远超过天主的戒命 好 从这里 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宗教的生活 我们是否把我们自己 团体的习惯 我们所谓的 我们的传统 放得高 高高于 我们教会 应有的 应做的事 可能是我们把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传统放得高于 我们自己的利益 高于我们的身体上市 高于圣经里面的要求 这个是我们团体 要去看 要调整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 去执行我们这些的 传统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从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上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主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释佛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使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使恩于教会 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配置我们 圣神的恩宠 祝你八分十七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主于我们 集结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千人的意愿和期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最佣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羞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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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主 总是我们奋斗的希望